哈喽 罗路逆B 上次我们做了相亲的王婆十大名场面啊 很快就新的真神上位 今天咱们继续啊 王婆相亲之八仙过海第一位最续节 这王婆回河南了 以为是他主场 这女方是40岁啊 离异有个儿子公私人员 王婆说咱这个条件 你说找个特别好的高富帅 是不是有点难 找个枕边人能聊得来的 会疼人的就不错了 哲愣之乐的 50岁以下的是不是 最续节点头同意 王婆第一句我就笑了 来大叔们睁开你们的双眼看世界吧 对 睁开你们的双眼看世界吧 哦 熬上了吧 我说错了吗 说的对 没毛病 上来呢干这个汽车配件的 36岁啊 没结构婚 顺续姐呢 说她是独生女 要来她家啊 倒茶门可以买个房 我第一时间没反过来 我以为她给人买个房 倒茶门倒也没毛病是吧 后来说是让南方买个房这当地 王婆都蒙逼了 啊 倒茶门 你还让人家买房子 多么有点不合理吧乖 啊 啊 可以啊 平生不修丧果和你有段因果啊 倒茶门上献金锁啊 今日方姿你坑我呀 好消息 倒茶门给买个房 坏消息 我给人买房 这个搞不定了 后面又陆续跳上两位豪杰 表示可以去参加啊 还给他买房 第一位豪杰异常真诚 甚至呢要全款各种的表示啊 最续姐让她把帽子栽了 先检查一下涂没涂 发现没涂啊 最后选个理由 说自己喜欢成熟稳重的 我真怕哥们啊 听到这个理由以后 以为人家喜欢涂的 那么如果说 最续姐只是小事牛刀 后面的金货姐 那才是开胃大惨呢 金货姐今年大四了 马上要进入社会 王婆问她有没有啥条件 金货姐那是刚及其 其龙主啊 有啥说啥 举其七个龙主的人啊 把你们的愿望说出来了 任何愿望都可以达成 我爸说 外地的话条件要好 23到26的啊 跟他 25岁以下 在你们家乡条件一般就行 对 车房车房全款就可以 那在外地车房全款 那也行吧 对对 条件要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啊 这个愿望没有办法达成 你看没看着 神龙连夜逃回纳北克星 金货姐说完要求 王婆问有没有勇士 勇士上了以后 金货姐表示不行 他得多看看 然后开始 可汗大典兵 他亲自选牛马 不是驸马呀 一口劲叫上五个小伙 第一个条件说完 不是本科的 超过25了 金货姐要多说不行 第二位 有房没贷款 游戏主播34了 金货姐直呼啊 第三位 各方面硬件条件都达标了 年龄24 本科183 IT行业 但是没有车房全款 PASS 第四位戴个墨镜 摇头慌脑 简单介绍他要RAP舞蹈 你好 我是27岁刚满 喜欢KEEP REAL 说真话 今天看到王婆 感觉自己完真大 好 哟 会乱混的 来来 上面抬一把宝贝 因为没有币 我就来一段 FREESALE 好 PASS 嗨 嗨 哟 哟哟 各位广大男同胞 睁眼看世界 不要当胖猫那样的情感滞胀 2023年 前某经济 一定会灭亡 2024年 我们的存在战是 情感滞胀 如果说单身是坐牢 那么希望今天全场的观众 刑满释放 是 第五名美容美发 不是本科 他的自我介绍说完 已经宣告结束了 金霍姐表示 这些人都不太行 但是金霍姐表示 可以先交个朋友看看 然后他就一一 把这些男的微信加一遍 最后还是你狠的 乖 你上来加四个 我还天呐 累不累啊 唉 你们真的不懂 金霍姐人家是 干人工养殖池塘的 是吧 来这儿进鱼苗的 这俩 你不是要跟人交朋友吗 加了吗 这个呢 第三位 no姐 进货姐进货 点了五个海鲜 是吧 no姐 人家是商务产 点了八个硬菜 这个八位老铁 报了自己的年龄 工作信息以后 王婆问他 对八大菜的评价是什么 no姐的答案是 这位yes还是no no no 这位 no 这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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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上了 这位 no 这位 no 这位 no 我说我刚才少说了一个要求 李公男年纪大点 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暗长玄机 那我姐说完要求 三位 你看看人家这三位李公男的条件 在荆州定居武汉江岸区 现在在江岸区有三铺 然后有车 自己已经成立于建筑创业类型的 建筑自己创业 建筑基电类 91年 33岁 我的主机是属于这个湖北校感的 但是呢现在定居于武汉 武汉汉洋和白亚洲都有横子 然后吹摇 对 我原来是属于91年 马上过33 还没到33 所以我还是32 对 我是一名企业培训师 对 这是我的职业 你什么大学毕业的 武汉女工 工商管理 哦 这是来自湖北黄冈的 然后我现在到武汉工作 然后在一家核子企业 然后做程序和机器人调试的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说我是89年的 然后有车有房 然后工资发在12000平均12000 你看看 送外卖的你可以说是人类生存保障运营工程史 人工客服你可以说是它是情感扭书稳定对接区块链 那么多斤话少 咱们就可以是上了岁数的理工男 当这三位报完条件以后 no姐放了个大招 第一位米工大学的教授 嗯 yes还是no yes yes 非常活泼啊 来 再问问吧 那你这两位还需要交吗 我觉得穿外卖的话比较少一些 我喜欢 话比较少的 都还可以 也是yes 那你 好 哥们 跳找了吧 你没想到吧 人家能连锁拔个弄 当然可以连续说两个yes了 第四位 樊回姐 樊回姐比较低调啊 点了六个 第一个哥们说自己干营销的 我看有房 话还没说完 樊回姐已经跟台下人说喜欢他才可以联系啊 好台下有意思干的 可以上来交他微信 谢谢 你什么意思呀 你让人家上 他把你推销了 他还把你推销 人还怪好的 你看 第二位呢 汽车销售 樊回姐也看不上 第三位自己开招事 话也没说完 哎 樊回姐又帮他给介绍了啊 但是呢 台下有考虑的可以上来叫他微信 谢谢 第四位 哥们介绍的时候樊回姐直接无视他啊 跟下半人互动起来的 王婆都看不下去了呀 哎哎 你别逗逗 人家介绍着呢 你是老师啊 最起码跟你说啊 人家在介绍 你得仔细听 你真心交友得仔细听 我得仔细问啊 我对你负责 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啊 这个帅哥哈 有个点赞行有个手机垫 人一米八十多 后面那俩一个是货车司机 一个是国企的啊 说完以后呢 后会姐啊都说没看上啊 没演员 哎这可是他自己说的都看不上啊 人家下面抬下来的人就是说 喜欢第四位那个帅哥 王婆直接把人请上来 让他俩加微信 你喜欢戴眼镜的 来 谁喜欢他 你下去 来 你去那前面认识他 这后会姐一看 哎不对劲啊 那不行啊 是不是 我这扒着锅里的 你们也喝不着糖 他转身就要加人家四号微信 这回人家四号微信 二鸟都不鸟的 你看看 曾经你对我二大不理 三分钟不到 我就让你高盘不起 第五位舞蹈姐 舞蹈姐呢 没有点很多人 因为他开口之后 无人能上台 我的工作是开舞蹈培训机构的 我想找一个就是有稳定工作 比如说那个体制类的话 可以接受20万左右的 然后体制外的话自己创业或什么 我要找一个30多万的 就是年收入30多万的这样子 这只是物质条件啊 还有外债的 他要1米80以上一品好的帅哥 这个体制外的要求 倒不是说多难 是不是 主要是前面这个体制内20万180 发达地区好一点 级别也不用太高 是吧 普通三四县的城市 请问你说 这得到达啥级别老铁门 这舞蹈姐应该是不知道 她要求这个门槛都卡到啥级别 最低也是个政客的 第六位单当姐 单当姐不是王盆啊 是安徽豪州地方上一个假面的王盆啊 这假王盆的骚扫座 整完以后 说是豪州地方文旅的账号 都不敢开评论了 上台之后这男女双方都表示有演员 都讨论出不出彩礼这方面的 这个时候呢 女方表示她要坦诚她要聊点事儿 就是我有些事情还是必须要跟男方坦诚的 对 就是我在之前犯过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呃 就是 来掌声鼓励一下 大家说吃错就改是不是好孩子 对 人生难免不犯错 老干娘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留下来当个秘密好不好 当个秘密有点绷不住了呀 只是我就改就是好孩子 这假王盆看来有不少小秘密 就是我 呃 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对 怀孕三个月你能接受吗 嗯 不能 你接受不了是吧 对 离婚的都能接受 离婚不带孩子能接受 为什么 怀孕三个月接受不了呢 怀孕三个月大家肯定接受不了嘛 我会全意对吧 别着急 天下为人之父 首先 我们是一个男人 当你说有担当 有责心的时候 每个孩子 变着他在拉一拔 伸到七里糊涂 等到 有缘再回报 这说的对不对 每个男人有没有担当 给这个帅哥来点勇气好吗 是吧 啊 请不要给他压力 我说真的 因为我的 没有给他原理 咱叫自愿 对吧 咱叫自愿 既然美女能够坦诚地说自己怀孕三个月 我觉得 他是想跟他继续处 也就是说想继续交往 不然谁会公开自己怀孕三个月 帅哥 您也是从 娃娃乐地那一刻 爸爸妈妈把你抚养成奇的 当你是孩子的时候 您 的未来 是妈妈把你抚养的 当你成人的时候 当你走上家庭的时候 首先 你要有担当 男人 父亲的义务 和责任 但不管天下是谁的孩子 每个男人 有没有这个担当 掌声 有没有 做一个男人有没有担当 帅哥 你再考虑考虑 再看看对面这个姑娘的条件 再看看姑娘的温柔 和贤惠 温柔和贤惠 哎我还没感觉到 我只能感受到诚实与勇敢 这离婚那可以接受 怀孕三个月的为什么不可以 好问题 我给彩礼八万八 你还个嫁妆是孩子 哥伯我买二手房是可以的 你卖新房给我绑五个扯位 你说这像话吗 有道是江西老表能吃虎 安归小伙有担当 横批干就完了是吧 我本以为剧情到这就已经是结束了 没想到后边的女主几个问题 直接就放大找啊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你是马店的吗 看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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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比较想找一个马店王爷的 因为我的男朋友以前是那边的 他也是两个兄弟 啊我觉得 有缘分 非常有缘分的 有缘分 对对对对对对吧 孩子想要 还想找个跟前男友一个地方呢 无敌了啊 费洋洋咱俩结婚吧 喜洋洋说他喜欢人妻 这贾王回来跟主持人 连番用担当别建议等词汇 持续的刺激男方 让他接受 好在哥们一直坚挺表示不可能 这男主持人呢觉得没关系啊 他就开始问台下可否有勇士敢来接盘 我觉得现场还有机会 现场有没有不介意怀孕三个月的 美女03年的是吗 对对对 这个姑娘很坦诚的 03年的美女啊 03年的 对我我只要马店只要王爷爷的 只要有两个兄弟的 在那里充满了感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 呃 现场有没有 你们想一个问题吗 有很多人不介意离婚带孩子 或者不介意离婚的 甚至带孩子的 为什么接受不了一个怀孕怀孕的呢 哪怕这个 有很多人 哪怕他带个几个月的小孩 他很欣然接受 还会欣然给彩礼 哪怕给高额的彩礼 他都愿意 为什么他怀孕就接受不了呢 因为就是说未婚先遇可能 对现在来说 或者说是一些婚前性情维 对于现代人来说 好像都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一个命题 对这是他们认知 我觉得还是认知问题 是的是的 我这个人认知实在有问题 我他妈落后这个版本太多了 这位女主后面更是直言 现在有那男生 宁愿自己买车 环游世界 他也不愿意给彩礼 实在大有问题呀 所以说网上就很多人在通缉说 江西为什么那么高的彩礼 你花这个钱我宁愿去买车 我都不愿意去给他 所以说我就非常纳闷 好像现在大龄圣女 为什么大龄圣女 大家好像都在骂 大龄圣女那么大年纪不结婚 但是男孩子好像会心安理得的说 我20万我去买车 我去买一个好的车 我去全球我去玩 我没事 我就觉得非常纳闷 包括我会费 我没有觉得我会做错了什么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男孩子这么贵我 不是 人家自己买车 环游世界 不结婚还不行吗 这有啥问题 这个男主持人听完以后 还在那夸奖呢 我觉得她这女孩子 非常值得我们的点赞了 对不对 我希望现场能够发到掌声 送送给我们这美女 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可贵 娶回家这样的女人 绝对会幸福一辈子 不管每一个谁不会犯错的 世人都会有错 人非圣贤 输能不过 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 对不对 只要犯错 知错能改 善莫打烟 然后继续呢 就在台下征召勇士 喊了三分钟 愣是鸦雀无声的 男主持人说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 其实很多人 已经对我们美女啊 是吧 是蠢蠢欲动 但是美女 你现在把这个地区限制太死了 你一定要你前男友那一把 是吧 咱能不能放开这个限制呢 还女方答不行 其实美女 我觉得你不用限制地区 如果不限制地区的话 我觉得 会更好安排 我对那个地方爱的神尘 家人们泪目了 你问我 为何眼含热泪 只怪我爱的神尘 听说这期播完以后 这个假王婆和这男主持人 就告别这个相亲界了 说实话属实有点可惜了 我认知不够 我还能指望他们 能给我整点新活呢 是不是 那么喜欢大伙伴 麻烦来个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